第368章 吴小姐 城锦和牛国栋都来了,不是来给林梦德祝寿,而是来看韩千,只不过这会的韩千很维靡,对城锦的话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,不说驴唇马嘴也差不了太多。 晚会的人已经有人离开了,这会刘光明、魏天成、图骁、高旅行、罗善德都站在韩千的身边,韩千坐着,他们站着,虽然说韩千受伤,可这感觉还是跟怪异。 韩千,你确定抓勾大炮能到有用的消息? 城锦又一次问出了这个问题,韩千刚起头刚要回答时,他看到了昂首挺胸走进大厅的姑娘,见此韩千迅速起身,把下手背上的输液针跌跌撞撞地跑向正门。 韩千一路跑到姑娘身前,急切道,委屈就哭出来,哭不够就抽我两耳光,感觉心里过意不去,这件事情咱们就埋在心里,一辈子都不说。 就算你今天什么都没做,我一样会把我承诺兑现,我知道这样很让你为难。 声音中没有期盼,没有欣喜,眼神中只有两个字。 心疼。 吴思棍的内心被触动,他在外面这么久,时间就是在说服自己。 如果韩千的一句话是问事情的成败,他也要接受,但是不会把内存卡交给韩千,也会再一次提出要求。 他想过很多种画面,可没想到的是这样这样,韩千的眼神里全部都是担心,对事情的成败没有过问。 拔掉书页针,跌跌撞撞地跑过来的低话便是,委屈刻意哭出来。 吴思棍没哭,他抬起头笑容灿烂,伸出手心,手心里放着一张小小的储蓄卡。 圆满完成任务。 韩千看都没去看一眼那存卡,身子前倾,狐疑问道。 真没事,有事你说,没事,真没事,真没事,真真真没事。 韩千你唐僧啊,在吴思棍的一声怒吓中,韩千放心了,转过身小声嘀咕。 没事就没事呗,喊啥呀? 我继续去打针了,明早约他在,明早再说,我可能要去一趟医院,明早你去医院找我。 算了,一会我让人护送你回去,明早再把你护送过来。 吴思棍看着韩千的背影,疑惑道。 咔,你不看。 韩千背对吴思棍摇头。 不看,不能看,也不想看。 我表演得很不错。 我找个劳斯莱斯给你掰个小金人。 不怕我骗你,我是一个认钱的女人。 骗呗,在我选择信任你的时候,就没想过你会骗我。 从送离大海,上楼道走进大厅,吴思棍没哭过,但是现在他有些控制不了心理的情绪,视线模糊,眼泪不断往下掉。 等他再一次抬起头的时候,图骁出现在了他的身边。 姑娘,不错,我送你。 图骁坐在副驾时,吴思棍开着车,宝马320的前后,各有一辆黑色的现代护驾。 图骁饮有些犯了,拿出烟的时候想了想又放了回去,吴思棍见此轻声道。 图老大担心,我会反感烟味。 这不像江湖传说的你,我不介意抽烟的,一个小时前我刚刚戒掉。 图骁还是收起了烟,双手垫在脑后靠在副驾驶的作为孝道。 不是怕,而是应该有的尊敬,韩谦受了枪伤之后一直没走,哪怕是在酒店做手术,他都没走,我们都问过。 他说是不能因为枪伤就跑了,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在等你,咱们为了一个计划去做事,或许在天黑之前我在车里会肆无忌惮地抽烟,但是现在不行了,你已经走到了和我们平起平坐的位置了。 这和势力名声无关。 谢谢。 吴斯棍轻声地说了一声谢谢,心里由衷的感谢,感谢的是韩谦忍着剧痛也为了提高他的位置。 如果韩谦走了,那么所有人都会认为吴斯棍只是一个工具,但是他没走,就说明吴斯棍是一个盟友,一个朋友。 图骁打开车窗,望着窗外的夜景,低声道。 我去敲打一下罗善德。 吴斯棍轻笑道。 不用,他没胆子,对我用墙的,至于所谓的甜言蜜语,对我这种人没多大用处,钱啊他不一定比我富裕,我的钱可以随便花,他不能,不过是守着一堆废纸而已,韩谦准备让他再进一步。 嗯,有这个意思,猜不出韩谦的下一步计划,这几天我给你身边扔两个人,住在你隔壁,保护你的安全,记得给他们付房费,如果出门不介意的话,当作保镖用,现在你也不缺钱,记得发工资啊。 我现在穷得很。 哈哈哈哈,吴斯棍丝毫不淑女的大笑,转头看着涂潇笑道。 涂老大,你放心,要不要我借你点,咱们按照三分力就走,可以。 涂潇转头看着吴斯棍,怒道。 小姑娘,你比我还黑。 话音落,涂潇叹了口气。 姑娘啊,我走的路比一般人都要一暗,有些事情不用看得太重握在手里的才是真的。 吴斯棍眯眼说道,嗯,韩谦让你来安慰我的,还是很担心我会想不开。 姑娘,别这么聪明,这样显得老爷子我有点傻。 涂老大没养个小蜜? 没。 漂亮吗? 凑合事,别说话了,我突然感觉你这个姑娘并不可爱。 哈哈哈哈哈哈。 吴斯棍笑得畅快,他才不在乎刚才身上的男人是谁,他在乎的是以后他可以开豪车,住豪宅,不再因为一件几百块钱的衣服吃一周的泡面,不会因为看到其他女人穿着漂亮衣服,带着昂贵首饰而去羡慕。 别人有的,他也有了,而且他还多了一个其他女孩子没有的,那就是他完全依靠自己爬到了原本一辈子都不敢想的高度,调侃八驱土皇帝。 近几年来,或许只有吴斯棍做到了,而且涂销还不生气。 当然这里面有韩谦的撑腰,可他吴斯棍要是没有一点能耐,韩谦又怎么会给他撑腰?所有别人给的一切都是假的,只有自己握住的才是真的。 吐霄的这句话,吴斯棍很赞同。 八驱的一家歌厅里面,勾大炮搂着姑娘在喝酒,他没去包脚趾,因为他害怕,在他准备将姑娘就地正法的时候,歌厅的门被踹开, 一个身穿红色西服的汉子扛着一把西瓜刀走了进来,男子歪着头舔着嘴角铃笑道。 怎么?你要祸害我青湖弟弟? 勾大炮,你脸上那一刀不错,我的杰作? 关大狗,卧槽,你骂。 酒瓶子飞了过来,冠军标举刀,砍向勾大炮。 动我兄弟,勾大炮,你长几个脑袋? 本章结束,如果喜欢抖音春风书院的作品,请给我个关注, 点赞,收藏吧。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